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台湾的网友叫Elode Elode是一个女生 24岁 身高170 体重77公斤 可是这个77公斤其实已经是很努力 从这个93瘦下来 Elode的问题就是瘦下来到77以后再怎么努力 她就好像遇到一个瓶颈过不去了 对不对 过不去 她说已经维持这样的情况9个多月 那问说有什么方法再让体重降一点 首先我要给Elode说的就是说 这个停滞期对你来说不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身体在这个体重呢 维持一段时间到达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你身体比较不会过度的松弛 那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 至少不会垮垮的 对不对 比较如果再往下瘦 那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Elode你提供的资料里面呢 我觉得你有两个地方可以再努力 你还是有机会再往下瘦 170公分 我认为大概60几公斤可以接收 换句话说 你还应该瘦个至少10公斤左右 听懂这意思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你有提到说 你的饮食已经很努力控制 你因为你生活作息比较特别 所以你三点的时候吃你的第一餐 那可想而知呢 其他时间绝对不可能不吃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会饿嘛 如果你活动时间像别人正常 有大概十几个小时 那一定会饿 所以你就说 那你饿的时候你就会偷吃一点点心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其他时间你就没有再吃东西了 那当然这个看起来是很克制的 不过呢 我又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下次又要吃点心的时候 你要记住我讲的话 你呢 尽量以蛋白质为主 听懂这意思吗 上有的人呢 他十二点吃中餐 晚餐七点才吃 下午四五点五六点 会饿对不对 那他以前就是吃什么 就吃个饼干啊 水果啦 对不对 蛋糕啊什么的 零食 结果呢 他把这个零食呢 换成茶叶蛋 你茶叶蛋一颗 两颗都没关系 再喝一点底脂鲜奶或者无糖落浆 都是蛋白质 你会发觉你的呢 血糖不会上升 还是一样 继续会有一个燃烧脂肪的机制在运作 这样的话呢 虽然有吃还是会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喝水的部分啊 你喝一天 一千五百 cc 差不多 那你就把这个一千五百 cc 分配在你的餐厅跟餐后喝 你试试看 一定会越来越瘦 哈喽各位艾瘦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艾瘦美问秋一 我们今天呢 回答一位台湾台南网友的一个问题 他叫做伊玛或者Emma Emma呢18岁 身高168公分呢 体重是58公斤 那各位网友听到这样的数字 应该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很胖嘛 对不对 168 58公斤 基本上 应该就是局部的 局部希望能够纤细一点 这样的困扰 对不对 所以伊玛呢 他提供的这个资料 就希望大腿小腿 还有手臂 这四肢的部分呢 能够纤细一点 那这个怎么让Emma改善 因为基本上 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很努力 让你在瘦个三五公斤的话 你知道吗 不一定会瘦到这些地方 maybe瘦到脸 或者瘦到胸部 那因为你只有18岁 瘦到胸部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年纪稍长的女生呢 有时候连脸颊都会凹陷 好 那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基本上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Emma呢 你的饮食当中呢 我觉得你怎么会那么爱喝 寒糖的饮料 因为 你说你胃不好 你喝白开水泥会不舒服 那其实 你要知道邱医师的胃也不好 可是你知道吗 我呢 知道咖啡对健康很有帮助 所以我咖啡照喝 这样知道吗 那我的胃呢 当然是 本身有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 油门螺旋杆菌的问题 那当然那个是要 用治病的方式把它治好 你懂这意思吗 而不是说因为我胃不好 像有的女生在我的减肥们 就说邱医师 我胃不好啊 我一空腹啊 没吃东西饿的时候 我胃很不舒服 所以我必须得吃东西 那结果呢 就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胖个五公斤十公斤 是很常见的事情 因为怎么样 你以为东西不多 每天日积未来 就吃很多 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你胃真的有不好 你要去看一下 肠胃科医生帮你看 如果需要治疗你的 油门螺旋杆菌的问题 那你应该把它治好 治好以后 就正常吃正常喝 再加上正常运动 这才是最根本解决的办法 这样听懂吗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不太爱运动 所以你站久了会头晕 那这个当然跟女孩子 因为在生理期 或者你们发育期 你们会相对性贫血 所以有时候蹲下去 站起来就是容易头晕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增加一点运动量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也可以让你更fit 更紧实 所以你应该还是要运动 加油 哈喽各位爱寿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寿美问秋衣 我们今天回答一位 应该算是台湾的网友 不过他写的是 他是住新加坡 应该是类似 类似这个住外人员 叫小华 小华你好 你27岁 身高170 可是体重有75公斤 那跟我们之前回答的网友的数据 有点类似啊 对就是 如果170公分 当然是很高挑嘛 如果能够瘦到6字头 甚至5字头 哇那就 perfect 所以基本上呢 小华你要努力啊 那你可以努力的地方呢 我帮你看了一下 你基本上呢 有在运动 而且你写的是有氧运动 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氧运动里面 有没有一些 类似像比较 激励训练的部分 如果是有激励训练的部分 那你的困扰 就是说你的腿部 全身特别粗 如果是真的有在练深蹲啊什么的 那个腿粗的部分 大概就比较建议 换成耐力一点的运动 会比较好 这个我在别的单元有提过 其实对你来说最简单的就是 你下来搬在家里 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空踩脚踏车30分钟嘛 对不对 这样呢就是一个对你来说 最一举速的这个耐力型的运动 对不对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你饮食的部分 能不能再控制一点点 我觉得可以 你有两个地方可以做 第一个地方就是 你一天喝水喝很多 2500cc 那如果真的像你讲的这样呢 只要很简单 你把它 像我其他单元讲的 把它变到餐前喝跟餐后喝 你看哦 餐前300 餐后300 的话 一次就600 600 600乘以3就1800了 换句话说这个 2000多cc的水 一分开来 在餐前餐后喝 你其他时间不用喝太多 就有达到减肥的效果 至于为什么这样能减肥 请你参考我 在其他单元里面的 提到的喝水减肥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你一天呢 有三餐 可是你会有一个茶点的时间 那这个茶点时间 你说你吃了以后 你晚餐会减少你的量 其实基本上没有错啦 这样子是没有大碍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茶点跟晚餐 并成一起 热量没有变的情况下 你少掉一次血糖上升的机会 你知道吗 你的脂肪还会再燃烧多一点 你参考我其他的待遇 你就知道为什么 加油 加油 因为我们下期待 是也是一场碍 余灵 那些事 我把茶叶子 那些水平 可是我 你也没变得 他们的东西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